饥饿游戏系列是一部充满激烈竞争和令人著名的科幻动作电影 该系列由苏珊和柯林斯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讲述了一个被分成十二区的未来世界 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残酷的竞技游戏 每个区域都需要选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参加比赛 该系列由四部电影组成 第一部于2012年上映 最后一部则于2015年上映 该系列的主角凯特尼斯·艾佛 凯特尼斯·艾佛丁由珍妮弗伦斯四言 是一个来自十二区的女孩 当她被选中参加激烈游戏时 她必须和其他选手一起生存下来 才能获得胜利 然而 当她开始了解到整个游戏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时 她开始挑战整个体制 并为她自己和她所爱的人们的自由而战 该系列的电影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场面 包括在竞技场上的激烈战斗以及爱佛 施涵其他角色之间的感人故事 除了主角之外 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 例如皮塔·马金杰的传奇 一位强大的反抗势力领袖 和露西亚 露西亥 菲尼克 菲尼克等其他比赛选手 该系列的成功 得益于其令人著名的故事和独特的世界观 该系列不仅探讨了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等现实问题 还揭示了人性中的弱点和力量 该系列的导演和演员表现出色 创造了一个让观众陷入其中的世界 如果您尚未观看过这个系列 我强烈推荐您欣赏 它一定会成为您心目中的经典之一